嗨,哈喽 我们这就是通勤哈 从自己的家通勤到公司 来做一段这样的记录 这个其实不是我自己的公司了 这是客户的公司 它叫MND MND就是新加坡的一个 HTV的一个公司了 国家的一个建设局啊 全称我忘了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国家开发局 大概用时会 可能会用到半个小时吧 会中途沿途会经过高速公路 那早上直到公路就是比较急 可以演示给大家看 怎样在Flymouth市段 怎样在Flymouth市段 来行走这个高速公路啊 然后把这个放在哪里 这样声音会更加清晰一点 应该会更加清晰一点 现在我们驾的是一个Scooter啊 200cc Scooter 它的品牌是叫Gilera 意大利的一个摩托车品牌 意大利生产 然后是隶属于 隶属于那个吧 隶属于叫比奥乔公司吧 前面是一辆1000cc的一辆街车 现在新加坡这种1000cc的街车 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费油啊 对不对 费油 然后现在汽油价格又那么贵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啊 就是不太不太愿意买了哈 现在还买的就是珍爱粉 应该讲是珍爱粉 前面还有一辆400cc 这个是最近点的一台摩托车 CV400SF Super 4 是新加坡 应该说可能是 不只是最流行的400cc 可能是最流行的 至少是街车吧 最流行的街车 Super 4也快要停产了 这台车其实怎么说呢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包括油耗啊这些 排行标准都已经不达标了 它的造型也慢慢开始 有一点点落伍吧 虽然它十几年的造型 一直看的都不错 但是时间久了 是跟现在的更漂亮的比起来 还是慢慢会落伍 然后是现在是看它变成复古造型 十几年不能说它是复古造型 然后它最主要的这个400cc 还是它的一个声浪 400cc的声浪就是四缸车的声浪 四缸车的声浪就是好听啊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声浪 最主要是声浪 但买它也是真的喜欢摩托车的 都喜欢声浪 买它就挺看着它声浪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非常的耐用 像前面这台FY 它至少有十年的历史了 那可能是第一或者第二批的吧 它的轮胎也是比较窄的那种 不是180 好像是160之类的 比较窄的就是前面几批是比较窄 至少有十年历史 有可能是十五年的历史 这台车最早推出好像是九景望 94还是97 2000年之前就有了 这台车可能真的有20年历史 但是因为它非常耐用 所以大家还是在续它的命 续它的路权 新加坡是十年路权 你是要续的 我的摩托车也是续过路权的 续路权不便宜的 续路权 最早当然比较便宜 最早就是一两千两三千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两千 两千块的路权 两千块 路权两千 两千块的路权 可以驾驶十年 十年两千块路权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路权贵了 现在路权贵了 我续路权 续十年的路权 花了九千两百块钱 两百块新币 九千两百块新币 然后 如果 我的这个摩托车 当时新买的时候 价格 应该也是九千两百块钱 就是说 我现在续十年的路权 和以前买一辆新的摩托车 包括 当时新买的十年的路权 在一起 上路 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 你客家是现在路权有多贵 多不划算 所以大家都 不太愿意买 那种 不太愿意买 整个 整个就不太愿意买 摩托车新车了吧 不太愿意买 即使有想换车 即使有想买新车 那种冲动 但是因为它这个 十年的路权实在是太贵 所以 大家都 就是都不满了哈 就是这样 因为太不划算了 最高的时候 时间路线突破过一万 真的因为太不划算了 所以大家 就不满 可能再过几年会便宜哈 再过几年 便宜我们再买一辆车 买一辆 也不要太 太重的车哈 新的车是不想要特别重的车 实际上就是 新加坡在城市 你还是要 对摩托车的灵活性要求还比较高的 它巡旁的路段不是特别长啊 你经常要走走停停 然后要转车缝 所以对汽车的灵活性的要求 它是很高的 现在没车 走这边 现在就准备要上高速公路 这个也算是一个高架桥 然后我们右手边一个 橙色的立起来的东西 它是一个测速器 它应该测的是另外的车道 在我们右边的对向 对向车道 如果你超速的话 大概70 你超速的话 会逼它拍照片 然后直接送到陆路交通局啊 进去罚款 新加坡应该讲管的还挺的 罚款这些 我也是被 我被抓到过好多次 我被抓到过 我摩托车可能是 我摩托车被抓过两次吧 然后汽车被抓过一次 但是这样 你如果每次之间的间隔 比较长的话 那你收到的只是一个警告 它会跟你讲 你超速了 但不要不能超速太多 超速10到20公里 它会给你一封警告信 然后 跟你讲 你不要再超速 所以你超速收到警告信以后 你如果一年或者一年半之内 一年或者两年 我不知道这个期限多少 一年或者两年之内 没有再继续超速 它会把这个犯规记录清零 然后你可能下一次你又超速了 它就给你再记录一次 警告信再来一次 但是 你如果在短期之内又超速了 那 那它就是说 它不是给你警告信的 它就是要给你真正的罚单 真正的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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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罚钱的 还要扣分 刚才有滴滴滴那个车 应该是一个 不是我们这个车道 警察已经走过去了 不是我们这个车道 应该是一个 紧急车辆 包括是救护车啊 或者是警车啊 这些 紧急车辆 这个就是 每天的日常就是这样 在钻车缝的这样的轻驶 那摩托车当然转优势啦 汽车就要这么慢慢等 摩托车就转优势不用等 直接转车缝走 这就是 每天的日常 如果是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的话 都是这样的日常 其他朋友你要走 即使是高速 你只要转车缝 没办法 车多 路少 车多路少 所以 只能这样 好 把它这样吗 换车到 菜 应该是看后面 不应该换了 整我们的重十几米的距离 这 rage 就不跟他做计较了 大家都不容易啊 大家都不容易啊 再到前面也是算高速的一部分 是一个地下的高速 隧道高速 如果是四缸车或者是大的四缸车的话 在隧道里面可以听到 美妙的排气声 怎么要收钱呢 我的摩托车是收五毛啊 这边看到汽车是收一块 摩托车是收五毛 前面可能有交通事故 因为看到这个是交通事故的维护的车辆 他要往前走 可能是要去 或者是损坏的车辆 前面Lane 1有损坏的车辆 在Lane 1有事故 有事故 有事故就是说会有警车啊 会有救护车啊这些参与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工程 就是拖车 拖车会去把它拖走 是一个汽车 摩托车撞汽车的一个事故 或者是汽车撞摩托车的一个事故 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抢啊 我们就走我们的好了 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抢 当然我们会比汽车快一点点 我们可以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专车控啊 他也不是很快吗 我让他先走 他也是 没走得很快 没有走很快 然后顺道里面也是有测速哈 现在还没有到 测速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哈 测速在哪里测 现在还没有到 稍微快一点没事 但是我们现在速度已经看不到 我们的测速机坏 车多的时候还是要放慢 摩托车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速度 核心就是其实是差速啊 差速不能过大 差速过大以后 两方面都会反应不及啊 前面司机说他要转 他可能我们速度太快 他也没注意到 那我们走太快 前面车如果要转的话 我们也可能没有来 即使看到他转 也没有时间反应 所以核心问题是 差速在你保持车道 中间行驶的时候 你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自己的速度跟车流的速度的差速 不能快太多 快一点没事 本来就要快一点 不然我们就 没赚到这本 快一点没事 不能快太多 快太多的话 会 是会有问题的 我们就这样走就好了 把这个速度就好了 前面就是 前面再过一点点就是 一个测速器啊 前面是一个70公里每小时的测速 测速点 这里有警告牌 它让你降低速度 降低速度 所以地面上也写了70的两个字哈 70两个数字的话 也代表你是 只能以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驶 然后上面是测速器啊 那个红色的 定在墙上的 高的墙上的 刚刚看到是测速 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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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这一段 又能以80的速度进行行驶 但是这一段是 门70 车速度还是要慢哈 看有些车 你看 无预警刹车啊 所以做好这些准备 防御性驾驶 防御性驾驶就是 做好准备就是 别人的车辆错的时候 我们怎么应对 防御性驾驶 要时刻注意 这个车危险了 这车很危险 因为很近啊 它要变道 我们摩托车就直接在它后面 它应该是看得到我们啊 它从后视镜看 看得到 但是它还是在变道 这是属于危险的工作啊 我们不需要太快 跑去降的速度 跑去降的速度就可以了 比车流快的速度 但是也不能太快哈 在这个速度 在这个速度 本来它的车流就很快的情况下 我们就跟着它就回了 我们就跟着它就回了 本来吹的就浮慢了 就跟着它就跑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这样站过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这样站过来 我们跟着车流走 就不需要看自己的速度 是多少 肯定是在安全速度以下的啊 跟着车流走 不需要看我们的表了 过了这个前面 还有一个次数 这一条泥路走 有大概三四个 四五个这样一个 四个左右的这样一个次数 但你走多了 你是知道的 大概哪里有 你们知道的 过了这个就是 前面其实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隧道 这里没事 这里稍微快点没事 是 还没到测速 在前面就有一个测速 还没到现在 啊 这测速跟着车流的速度走 就不会超速 对 这就是测速了 过完这个测速 前面还有一个 四到五个 现在不过这边测速是很多 你可以认为超级多啊 很顺顺顺顺的来进行超车 很顺顺顺的来进行超车 啊 这一个测速点 对 跟着车流走 绝对是不会超速啊 就这样慢慢走就好了 就这样慢慢走就好了 我们转转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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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前面還有一個 前面還有一個 啊,還是要一樣跟著車流速度,這樣就不會超速 對,就這樣跟著車流速度就OK 啊,這個車是OK的,它這樣變道是OK 至少要保持跟我相同速度情況下,變道是安全的 我個人說,你的速度比不低了,你變道,這樣不好 所以,你壓車頭 既然我們快到了,我們就靠左邊走走 不去跟他搶這些車道 不需要搶啊 我們可以轉過來,現在沒車 轉過來,我們下了 我們是在第一道麥斯威爾路 麥斯威爾第一個出口,S51的出口,來下哈 我們是一個比較接近港口的一個城市,地方嗎 我們下拉,下拉到時候就是 去找車位啊,找一個停車位 我們的煞車這些機能還是,其實不錯啊,幫人機啊 這個摩托車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當時10年前買的是新車,到現在用的感覺 也不比新車差很多啊 當然我們有做日常的保養 是做的充分的哈,日常保養 這就兩邊燈啊 就看左邊右邊紅綠燈 如果綠燈的話,我們這邊肯定是紅燈 它要箭頭的話,就是差不多 我們這邊要走綠燈哈 沒有箭頭,他們只能直走 我們就直走了 還要再過兩個,至少要再過一個紅綠燈 還要再過一個紅綠燈 你靠右邊的話,只能走右邊 這個紅綠燈還要過這個紅綠燈 還要再過一個,才可以啊 這個是不是到了,看 還沒有到哈 我們等還要再過一個 這邊我們要找的就是可以左轉的那邊 所以經常有時候走錯 走了這條轉右,你發現左轉不了 其實應該只走哈 這邊我們要找的就是可以左轉的那邊 這邊就保持轉右就好了 這邊就保持轉右就好了 轉右就可以左轉進去了 你看看 我的工作在這邊大樓,這MND啊 這個其實是客戶的大樓 不是我們的大樓 我們大樓在Sante City 這邊轉右就要看紅色的這個綠燈箭頭 不然現在轉,即使空了也不會轉 因為即使沒有對向車也不會轉 一定要看紅色鏡頭 它給你紅色鏡頭的時候 就是 意思就是說它紅色鏡頭你一定要停哈 現在可以 這邊還是一樣啊 這邊左轉進去 找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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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沒有,我們就要轉圈找 這邊的停車位 全部是地面停車位 我們停車位全部都免費 因為我們有註冊 這邊是一個 的停車 但是這邊看 有一個位 有一個位 有一個位正 可以進去 這樣是最好的情況 如果能在這裡找到車位 是最好的情況 有時候是找不到 那就要去其他地方去找 去前面再左轉彎去找 肯定也是找得到 因為這邊的地面停車位是非常多的 我們就下車 好了 嗯,就到這裡了 今天這個 上班的這一段 讓大家看了 這個高速了 怎麼走哈 還有怎麼找車位啊 這些 可以 謝謝大家,拜拜 下次視頻見